政府繼續全力支持一帶一路倡議 憑著一國兩制和其他優勢 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並且配合國家和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策略 為青年人創造機會 也為未來幾十年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添加動力 我去年委任了一帶一路專員 主理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 就制定和執行一帶一路策略提供建議和意見 以及聯繫政府各個部門和社會各界 加緊用好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新發展機遇 政府早前審議審視了一帶一路辦公室的工作 以及現時的架構認為需要加強人手和資源 包括開設首長級和其他常額職位 以確保辦公室可以更有效和持續地推展一帶一路的工作 過去一年,我和主要官員以及住外的經貿辦、貿法局和投資推廣署也積極推廣 政府將在今年九月再次和貿法局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貿法局也會繼續在它主辦的研討會和博覽會中加入一帶一路的環節 中央政府將在今年五月在北京舉辦一個 自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最高層次的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論壇將會突出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成果 特區政府研証籌備參加 世界各國增加大國內或者跨國的基建投資 工程金額數以千億美元計 特區政府正與國家部位商討如何合作參與這些工程項目 專業服務平台 一帶一路完善地區對專業服務需求恩切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兩億元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已經在兩個月前推出支援專業界面向外地市場的交流、推廣和合作 香港可以配合一帶一路倡議為完善國家提供培訓 港鐵學院正與幾個國家的鐵路營運者初步探討 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在上個月和法國的國立民用航空學院簽訂協議 合作培訓本地和區內的航空專才 特區政府亦都準備為完善國家訪港官員 安排有關特區政府運作的講座或者短期培訓 促進合作 放寬簽證方便往來 為了促進香港和完善國家的合作交流 政府將審視放寬對相關國家的就業、求學、旅遊等的簽證要求 就此政府已經同伯俄羅斯就雙方的互面簽證安排 達成共識並且計劃放寬柬埔寨的簽證安排 民心相通 政府會繼續推動教育合作和交流 讓香港學生了解完善國家促進民心相通 新措施包括更新或微調中小學課程及製作適用教材 增加學生學習外語的機會 增加本年到內地絲綢之路 完善的學生交流團名額至5,600名 並透過優質教育基金推動學生到內地及完善國家交流 政府在本學年起增設一帶一路印尼獎學金 下學年將會有兩個以私人捐款設立的馬來西亞及泰國 一帶一路獎學金 青年交流方面 民政事務局和公民教育委員會在去年施辦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資助本港青年度完善國家交流 文化方面 政府會透過本地及海外的表演、展覽、研討會及論壇等活動 推廣香港的多元藝術及文化 並且促進內地通過香港及完善國家的民心相通 亦會繼續加強和完善國家的體育交流及合作 雖然不可能 有信性